请假一天倒扣千元薪水 解汗法郎剥削员工 在大台北地区拥有多家连锁店的 EZ糖美法沙龙 被多名离职员工控诉违法扣薪 员工气愤地表示 雇主在公司规章中订定不合理规范 再以开红单方式扣员工薪水 每张红单罚款金额从200元起跳 前设计师亮亮向苹果控诉 公司主管曾嫌他装化的泰淡 和镜子不干净 用这个名义开他红单扣薪 最多一天内收到过6张 每张罚200元 当天上班等于做白工 就是他觉得我的妆太淡了 那没扣多少钱 就是看他心情啊 一张就是200 一张红单是200 而且会强制买产品 一定要买 设计师小如也表示 公司常强迫他们买产品 若店内染髮膏等物料短少 备用尽要员工分摊 公司的潜水电工阿唐则表示 自己是独立抚养三名柚子的单亲爸爸 但主管常以东西没修好的理由 扣他薪资 四月份薪资扣掉预支的部分 应该剩下一万三千元 但被扣迟到矿值之后 只领到340元 根本无法生活 公务 全部的连锁店的东西 都要去修 我现在是 好不容易得到一份工作 我知道说 好 我先做 我想不到他后面变 这样那么恶意的 把我扣款 不过EZ棠否认非法扣薪 强调一切都符合劳基法 所以你们也不会从他的薪水里面 去扣这些消耗品的费用 雇主 侨利 各种名牧 以扣薪为目的 所以这个是非常简型的 违反刀器本22条第二项 扣多少 我们原理省上就是会处罚多少 动新闻台北报导